這一次如果中國把他的軍事行動 我再強調一次他平常就有 他把他的軍事行動 把他標記成一個政治的口號 他是有他的目的 就我們向國安部了解起來 目前沒有看到中共部分 有軍力調動的情形 所以演習可能就是演習 所以誇大他的效果 搞不好也中他記 小看他也沒必要 就是料敵從寬 確實委員所講 像以戰備警巡他幾乎每週都有 他現在只是透過宣傳 怎麼樣去做成一種認知作戰 就好像沈柏洋每一天 會從301走過去一樣 然後突然間他取個名字 叫做沈柏洋出巡一樣 他只是用那個名詞去強調一件事情 他一直是在那裡 這個借沈柏洋委員的名字用一下 那這一次如果要做軍事的制裁 對他們來講會比較麻煩 但還是很有可能的原因 是因為畢竟之前的演習有A跟B 那再出現一個C也不會變得很奇怪 但因為現在冬天的海象 真的比較不好 所以冬天如果他們要做演習的話 他的時間一定沒有辦法做得太長 那另外呢 這個每一次我們有相關的出訪 中國不管是要做演習還是經濟制裁 我們覺得他非常重要的目標 其實根本就不是我們的出訪 因為這件事情對他們來講 是本來就可以預見的 因此我認為中國最重要的目標 其實是美國的選舉 中國是不是會利用美國總統大選結束 新舊政權交接之際 以及賴清德總統出訪南太三國的情形下呢 發動對台的軍演 好這個是目前要做研判 這一次如果 如果中國把他的軍事行動 我再強調一次他平常就有 他把他的軍事行動 把他標記成一個政治的口號 他是有他的目的 比方說美國的政權正在交替 日本的內閣也剛組成 南側的菲律賓內部現在也有一些問題 所以他這個動作上 我是希望我們外交部 做好一些發言的準備 比方說 而且橫向連線很重要 像 就我們向國安部了解起來 目前沒有看到中共部分 有軍力調動的情形 所以 演習可能就是演習 所以 誇大他的效果 搞不好也中他計 小看他也沒必要 就是料敵從寬 我 確實的委員所講 像以戰備警巡 他幾乎每週都有 他現在幾乎每週都有 他現在只是透過宣傳 怎麼樣去做成一種 認知作戰 就好像 沈柏洋每一天會從301走過去一樣 然後突然間他取個名字叫做 沈柏洋出巡一樣 他只是用那個名詞去強調一件事情 他一直是在那裡 這個借沈柏洋委員的名字用一下 因為現在那個馬龍的中生團是在台灣 那今天早上去政大 那其實剛好在早上在政大這邊也有這個 叫做他們政大細菌 會不會覺得說好像有一點那種 衝突那種小小的意味 對 因為這個呢 其實當然行程 路爾會事前一起先掌握 但是就像我昨天問路爾會的 文化部跟路爾會一樣的問題就是 他們會用合法掩護非法 因為照理說呢 他們來是不能做目的外的行為 但問題是我們無法掌握他有沒有做目的外的行為 他今天到底有沒有私底下 譬如說在飯店 或者說見了誰等等之類的 又或者說他經過哪裡去搜集什麼樣的資訊 這個其實我們沒有辦法就是掌握 當然呢 這一次因為事關重大 我們知道說有相關的人員是全程是跟著這個行程 但以後這種行程如果越來越多的話 變得無法掌握的時候 不管是我們的國家機密 還是說他的統戰的觸角就會越深越深 這是我們所擔心的事情 我覺得因為其實昨天他們也找了 中山女到這邊去參訪 那其實可以進去拍的電視台 現在只有央視一家 然後台灣媒體都沒有進去 那你會覺得說其實好像這一次的馬洛中山訪開團 是給中國製造一個大內宣的機會 這個不只是就是央視對他們來做大內宣以外 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事情是 這邊是我們自己的國土 我們這邊的媒體如果要進去拍攝 我們有知的自由 照理說他們的行程應該要是公開透明才對 我們現在呢 連他們來的行程都如果沒有辦法公開透明 然後讓媒體採訪的話 那這個是我們國家上的悲哀 那更不要講說倒過來講 我們的人去那邊的行程其實也應該要公開透明 但是一直到現在 比如說今天講完要去那邊的行程 到底他的內容要有什麼 我們也是很難得知 他也有可能在最後一刻突襲 更不要講說我們有大量的立委不斷的出入中國 他們的行程也完全沒有透明 那現在呢我們到那邊無法掌握就算了 現在是他們過來我們都沒有辦法掌握 或行蹤的話呢 我認為這個在執法上我們必須要特別注意 因為昨天中國參訪團到中山女高被質疑說挑在這個斷討期間 其實臉都被曬在樣式上,你會不會覺得不太妥? 這個當然是啦,不過這個因為是學校自己的一個決定 就是說今天要不要讓別人來參訪,參訪應該在什麼時間 或許學校的人員應該在思考 但真正最大的問題還是就是剛剛提到的 如果說他在裡面的內容是沒有辦法公開透明的 我們不知道到底做了什麼事情的話呢 這個對我們的國家安全會一定會有非常大的傷害 可是今天參訪團會到政大,那其實是政大校區也是教州的地點是不是有點... 有,剛剛有,沒有 我想問一下有關,大家認為說這次出訪是中國這邊有可能會進行軍演之外 那像過去賴清德以副手工身分過去美國的時候 也有這個中國所謂動用的總務工 那會不會這次可能這次出訪用中國有不同的形式來進行對我們進行的威脅 中國的手段非常的多元 除了出動一般的走路工在國外做抗議之外 非常重要的也是他們常常會實行經濟上的這個制裁 那這一次如果要做軍事的制裁對他們來講會比較麻煩 但還是很有可能的原因 是因為畢竟之前的演習有A跟B 那再出現一個C也不會變得很奇怪 但因為現在冬天的海巷真的比較不好 所以冬天如果他們要做演習的話 他的時間一定 沒有辦法做得太長 那另外呢 這個每一次呢我們有相關的出訪中國不管是要做演習還是經濟制裁 我們覺得他非常重要的目標其實根本就不是我們的出訪 因為這件事情對他們來講是本來就可以預見的 因此我認為中國最重要的目標其實是 美國的選舉 也就是美國選舉之後呢川普政府的底線到底在哪裡 這一個是中國想要去測試的 那他測試又必須需要理由 那這一次我們的國家元首的一個出訪對他來講就是一個很好測試的理由 他就可以講說我是因為台灣在挑釁啊 是因為我們的前總統還有現任總統現在要出國啊 所以我們現在要予以威嚇啊 那他其實目的呢是要在測試美國的底線 所以我們在在的還是證明就是中國其實如果要侵略台灣 中國如果要對台灣做什麼事情 他什麼理由都找得出來 因為國安人是有提出這樣的事情 但是國民黨你以為卻說這個是國安的這個內銷的一個東西啊 是否還在提醒我們在國安是在做這樣的事情 說我們也在做什麼 就是說出口轉內銷的行為 出口轉內銷 可是這件事情沒有出口轉內銷 這不是路透社的報導 但因為國民黨引用過他的玩意是這樣子 喔 那你認為說台灣又在做這個出口轉內銷的行為 他是在監察我們自己的 我覺得國民黨可能特別看不起路透社還是怎樣子 世界各國的記者如果他要做採訪的話 他如果要報導台灣的議題 他當然是來問台灣的人員啊 而且是台灣的專業人士嘛 所以台灣不管是學者還是專家還是官員都一定會是他想要引用的對象 那引用之後呢 國外的這個記者還有他們的媒體在查證是非常嚴謹的 所以如果說他今天問了台灣的各個單位 然後他求證之後報導出來 那個是新聞自由的一部分 把這樣的事情的把它曲解成什麼出口轉內銷等等之類的 我覺得非常的不妥當 我們反而真正應該檢討的是 為什麼國民黨的國際 這個黨部 在美國時常放假消息 時常在接觸這個美國智庫的人員還有美國官員的 甚至國會議員的時候 釋放出對台灣完全不利的消息 甚至釋放出說台灣並沒有抵抗的意志 然後讓國外對我們產生誤解 用假消息的方式呢 在國外 導致 其他的國家對我們的誤解 這才是應該真正譴責的事情 而不是去討論說 國外正常的記者 正常的引用 然後說這是出口轉內銷 這顯然不但不但是對媒體的一個侮辱 也是對他們自己的一個侮辱 我想請教一下 今天的委員會裡面會有機密預算 可能因為明年度的機密預算 是增加6億多元 創下6億新高 所以現在的黨和內黨 你會認為我們說現在正好嗎 在做外交 以6億來講實在地開始還有很大的一段距離 但是我覺得無論如何 因為台灣現在在世界各國不斷的 在交這個盟友 所以我們在這個交民主盟友的這個階段 所需要的花費一定會變多 就我所知呢 我記得在去年還是前年的時候 我們在國際交流的費用 甚至在年終的時候就用完了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近年來 不管是各國的官員 國會的議員 智庫來台灣參訪 越來越多 那這些其實呢 我們在接待的時候 也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花費 但我覺得很重要的事情是 錢本來就應該花在刀口上 如果國民黨認為這個是亂花錢 認為這個是凱子外交 我覺得也沒有關係 機密預算又不是不能審查 機密預算會有機密的會議 如果覺得錢哪裡花的不對 認為我們不應該交民主的盟友 認為我們不應該接待國外的國外議員 我覺得就可以大聲的講出來 也沒有關係 畢竟立法委員的職責 本來就是應該在相關的會議裡面來做審查 但如果說今天目的是合一的 手段是合一的 結果呢 卻用這樣的一個話語 那可能就是一種政治操作 有報導說川普有說可能未來會討整一個關水的政策 那特別是正月貿易的模範 亞洲突然其中 因為台灣也被列了 所以現在外界會擔心說 未來會不會我們也列入關水 我覺得這個很有可能 就是說現在川普我們對 尤其是他對外 尤其是經濟上面的一個政策 到底會違和 大家都還在摸索當中 但因為美國呢 本身也有重要的官僚體制 也就是他們的商務部 商務部通常 很有自己的 主見跟意見 所以今天呢 商務部他們對上 建議說 應該要做什麼 跟川普的意志 如果 互相之間呢 有一些 不同的地方 他們應該會有很多深入的討論 所以最後的結果 會是什麼 其實我自己是認為 商務部還是占了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不好意思 想要問一下 就是有關於那個 教育部正式 那個 意見 意見 事實上 就是 傳出說還有講 就是在討論 那一天昨天要去中間的 那個 會議 然後就講說 不會擔心 影響學生的形勢 發展 然後 還導致說後面 沒有辦法 建議學生做教育 會怎麼看這件事情 沒有辦法 你說如果他們去 然後他說會影響到我們學生的形勢發展 就是跟他們交流的話 辛勢發展不夠成熟 不會 因為事物反規 因為擔心 辛勢發展不夠成熟 不會 沒有辦法 就是擔心會有 會有一些 不好的事 喔 他是擔心我們的學生 辛勢不夠成熟 我覺得當然教育部會有自己的立場 因為教育部本來就是主管 學生相關的事務 但如果是要我說的話 我覺得辛勢不成熟的應該是 馬英九跟還有 對面來的這些人 因為對我來講的他們長期在共產黨的洗腦教育之下 他們的心智跟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差距 而這樣的一個差距呢 其實對我們來講會是一個傷害 這個傷害並不是因為我們的高中生 或者說我們的學生 心智上 到底結不堅強的問題 而是他們所帶有的這個意識形態 對台灣有極大的傷害 他們對於 譬如說台灣是屬於中國 台灣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能夠寫洗台灣 留島不留人 這是他們從小到大非常重要的一個教育 而這個教育的目標 即使他們是藏在心裡面 在交流的時候不會展現出來 但是其實呢 他們所有的手段 他們所做的行為 都是基於這個目的而產生 所以真正有傷害的其實是 對方 他們不但是 帶有 統戰目的的 帶有邪惡的這個意志 而不是我們的學生過於脆弱 謝謝 謝謝 好出訪嘛 那這邊事情說 中國的大家的出訪時間會是出訪完回來以後 我們國家民選總統的出訪是國家的喜事 特別到我們的好朋友 來騷擾我們相關的場域 那最近空飄氣球又開始有過來了 所以在 一般的研判起來 中國是不是會利用美國總統大選結束 新舊政權交接之際 以及 賴清的總統出訪南泰三國的情形下呢 發動對台的軍演 這個是目前要做研判 那我們廖提從寬 因為中國對台灣的軍演 我坦白講 整年燙天的 全年無休 他們整個年度 除了颱風來 或者是美軍的艦隊經過以外 中共對台灣的軍事行動 軍事騷擾 是沒有停過的 那會不會把集結比較大的量 來產生政治上跟心理上的效應 我們後續會來到 來觀察 特別我該講 日本的新內閣剛組成 美國的新政府在交接之際 我們也知道菲律賓目前內政有一些混亂的狀況下 在第一島鏈 民主自由同盟 剛好在面對一個交換的過程當中 中國利用這個時間 對第一島鏈發動軍事威脅 測試盟友合作的狀況 測試美國新界歐政府的默契 以及對台灣釋放政治的訊息 打心理戰 這些動機看起來都存在 那至於他會怎麼做 怎麼實施 那對我們國軍來講 永遠都要準備好 我剛才講料敵從寬 國軍陸海空軍地面部隊 對國家安全 是隨時要負擔起責任 那這兩天我們不管是阿霸器 或者是我們的空軍單位 也有在做例行性的演訓 我們所做的是保衛自己的家園 那我們希望中共不要老是做區域麻煩製造者 不斷地去做這樣的動作 除了耗費能源 你們的國防部長不是要被調查了嗎 耗費能源對中國一點好處都沒有 那也形成促進 第一島鏈國家合作的一個推力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中國做一個文明的國家 不要老是做麻煩製造者 因為國安人是屬於這樣自己 但是 我想你以為 你那時候覺得說 這個是國安在放話 出國的什麼影響 我覺得 多把國家的安全放在心上吧 就是當中國在威脅台灣的時候 怎麼老是有那麼一群人 不去怪威脅台灣的 共軍 我剛才講解放軍對台灣的軍事騷擾 軍事威脅 是全年無休的 它是真實存在在那裡 沒有什麼出口轉內 內銷 根本不用 他天天就在那邊騷擾你 所以如果有在野黨 看到中國威脅台灣 他第一個想到的是罵在台灣自己 國內的民主政黨的話 我們只能問他說 你的家在哪裡 你的重心在哪裡 那另外 我們要注意到中共對台灣的合戰兩手策略 一面派20架機艦昨天騷擾台灣 一面派共青團來跟我們的前任元首 馬總統這邊進行交流 在進行交流的人 能不能問問這些人說 你們過來我們代之以理 你們過來我們把你當客人 和你家那邊的人拿刀拿槍 要威脅 要殺害我們自己身邊的親人 怎麼會有這種鄰居嗎 所以我覺得 面對國家安全 不要黨派色彩 不要老是中共威脅台灣 在野黨第一個膝蓋式的反應 就罵台灣自己的不同政黨 這個不好 那什麼好呢 好 來吧 那你先回家 你先回家 話